和善果并非虚传啊 嗯 然后第十三条节 第十三条节就是 取三宝的财产 取三宝的财产呢 上面这个国王的物条定罪里面呢 也有一个取三宝的财产 但是呢 那个叫做不与取 那个不与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三宝的财产呢 偷或者是枪 你这样子的 你这样子的这个行动 去这个不是 身中或者是私人 给你的东西 他们不愿意给 但是我去偷或者是枪 这是取 这个就是不与取 这叫做不与取 那这个里面的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第三条节呢 虽然是我不是去偷 也不是去枪 但是去了这个 双宝的这个财产 那个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是一个国王的 手下的一个大臣啊 或者就是下面就是做事情的一个人 然后也同时也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 因为没有发菩提心的 他就不会翻解 然后呢 我跟这个国王和另外一个出家人 或者是信心人之间 说粮食 然后就让他们之间就是产生矛盾 国王 或者国王也好 或者其他的官员 跟这个出家人 修行人之间产生 我就让他们之间产生矛盾 然后在他们之间 在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了以后呢 这个修行人 修行人因为他自己没有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他就去投 投三宝的财产 僧众的钱啊 或者是这个佛像的钱啊 佛经的钱啊 三宝的财产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这个修行人呢 跟国王发生矛盾的这个修行人 他就去投这个三宝的这个财产 然后这个三宝的财产投了以后呢 这个钱他就拿来给这个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国王收下的这个人 也就是这个人 国王跟这个出家人当中 让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 也是这个人 给他送这个送灰律 然后他受了这个灰以后 还有一个是 因为他受了两舌 然后呢这个国王跟这个 这个出家人也好 修行人也好 之间产生了矛盾 然后国王就是出发这个修行人 国王就是发宽 然后这个人呢 这个修行人呢 他自己没有东西 自己没有东西 去投三宝的东西 然后就送那个 这个国王收下的人 国王收下的人 然后这个就送灰律 然后这个国王收下的人 刚刚收下的人 也就是他 他就受了这个毁的时候 这个人就 如果这个人有菩提心的话 菩萨界的话 他会翻截 然后他这个一部分 拿去送给这个国王的话 国王如果有菩萨界的话 国王也会翻截 两个人翻截 他这边讲的是一个这样子的 比较特殊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 这个是 他不是去枪 也不是去偷三宝的东西 是他们送来的 毁律 但是他这个收回 这是第一个 他为什么这个 修行人为什么要给他送这个 因为他就让国王 给这个人当中产生矛盾 然后他就是故意 让国王给他出发 给他发宽 所以最后他就收回了 以后呢 这个人就会翻截 他那个收三宝的 这个财产的方法呢 他是一个这样子 不是枪 不是偷 是他们送来的 但是送来的 他什么样的情况下 送来的呢 这是刚刚讲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不合理的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这个国王啊 或者是大臣呢 这些无缘无功去接受 三宝的财产是不对的 再说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 去接受的话 就更不合理 所以这个会翻截 但是呢 这个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 刚刚讲的 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容易反这两条 这两条截 你们先想 我们会不会说 降一个空心 然后说这个空心你修的话 你也会变成我这样子的 会不会说我们不会说 所以不会反这条件 然后呢 我们会不会让国王跟着国王也好 其他的领导 也是一样的 以前这次老师说 国王 但是现在不说国王了 就是领导跟这些人之间 让他们产生矛盾 这样子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小 所以这里也不需要 不需要怕 这个解释 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十三条件 这个第十三条件呢 更不容易犯 这个更不容易犯 要具备好几个条件 才不会犯 那这个 的对境 对境是刚才讲的 自己啊 他人啊 他人是一个修行人 自己呢 就是国王下面的一个 管理员也好 负责人也好 就是下面做事情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这个修行人 出发了以后呢 他拿来的这个毁律 一定要是三宝的财产 三宝的财产 这些都是对境 然后心态呢 他这是为了 伤害这些 这个修行人 让故意 让他们产生矛盾 或者是 他就是故意 享受这个灰 然后就是去制造 这样子的矛盾 心态是这样子 行动呢 就刚才前面讲的一些 最后 最终是 跟其他的哺语是一样的 他把这些东西 到手里的时候呢 他觉得 这个 这些东西 三宝的财产 他送来的这个灰 是 是属于我的 有这样子 从此以后就是 这个东西属于我 有这样子 粘头 产生的时候 就会 就会 这个翻解 这是 第一 十三条 然后 第十四条节 第十四条节 也就是最后 一条节 最后一条 这个 初学者的最后一条节 初学者的最后一条节 这个里面呢 虽然是一条节 没有分开 但是 这里面有两种 这里面有两种 行动 两种这个翻解的行动 第一个呢 就是 给身中 给身中 制定一些 害人的 这个 这个 几率 比如说 一个是 观力身中的人 观力身心人的人 本来这个佛 有制定了 很多很多的 这个 几率 截律 但是在这个上面呢 如果有必要的话呢 有必要的话 尤其是为了 这个 为了方便观力啊 或者是 也不论身中 就不能这样 为了大家 比较顺利的 这个修心 为了方便修心 为了方便这个 文实修 所以就 除了佛的绝律以外 身中也可以 就自己可以 建立一些 这个 几率 但是呢 这个几率一定要有 对文实修心 有这个 促进的帮助 然后就是对 这个 减少一些 烦恼 这样子的几率呢 可以 创建一些这样子的几率 但是在这个 在第一面讲的呢 不是这样子的几率 它就 指定一些 对文实修心 有害的 然后呢 就是增加烦恼的 这个 几率 就指定一些 对文实修心 有损坏 然后呢 对增长烦恼 对这个 减少烦恼 没有什么帮助的 反而 反而这个 增长烦恼 就是制定这样子的 几率 制定这样子的几率的话 会翻解的 但是 我们会不会这样 我们不会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 不是 关于修心人的 如果是关于修心人的话 也不会故意的去 就制定这样子的几率 所以这个 这条节呢 一般是不会 不会翻的 那这个 要制定这样子的几率的话 这个 制定几率的 对境是什么呢 对境是修心人 修心人 比丑 然后 这个动机呢 动机是为了 就是为了害这些人 没有什么好的动机 就是为了害这些人 怎么样害呢 本来这些人是修心人 然后呢 制定一个几率 比如说什么样的几率呢 本身我们每天修 修心人是修四座嘛 本身是修四座 然后我就制定一个几率 通通的都不能修四座 一定要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要修心的话 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休息 除了这个时间以外 不允许修 不允许修 需要干别的事情 那样子叫做这个 那样子叫做这个 对犯人这个 产生烦恼 然后就是对这个修心 有尊适的几率 就是这样的几率 那制定了这个几率以后呢 让他们这个 他修这个餐厅 就修到了这个 尊坏 修餐 就修到了尊坏 文师修心 主要是修心 在这年讲的主要是修心 对修心 受到了一定的这个 损失 他的动机也就是 为了就伤害这些人 就是要 就减少这些人的修心 破坏这些人的修心 这些人的修心 这个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是 把修心人的财产 修心人的财产 就是故意 这个去 修心人的这个 剥夺修心人的财产 送给文师的人 本来文师 很多地方就像一个庙里面 比如说张伦伯叫做 很多寺庙里面 这个文师和这个修心人 这两个是分开 分开的 文师人 他就住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有十个人 二十个 五十个人 都在 这个 不是文师 修心人 那文师的人呢 多数都聚在一起 就是在文师 就文师的一个班 还有一个修心的一个班 两个班是分开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 国王也好 或者是下面的领导人也好 或者是关于这个 寺院的人也好 就是为了上海这些修心人 然后呢 把修心人的这些收入 不给修心人 就是给这些 这样子就会参截了 那这个的 对经 对经是 第一个是 修心人 然后又是 修心人的收入 这是第一 然后这个修心人呢 第一个 他不能是 圣人 圣人就是圣者 如果是圣者的话 他就会变成 那个 圣忠 如果变成圣忠的话 那就 变成七大的戒 就全面讲了 国王的那个戒 就变成那条戒 所以这个 这些 这些修心人 第一个是 不能是 这个 圣者 第二个呢 这些 一定要是三个 四个人以下 如果是四个人以上 包括四个人的话 那也就是 圣忠 也就变成了 这个第一条 这个国王的第一嘴 变成这条戒 所以这个 一二三 这三个人以下的 凡夫人的 凡夫的修心人 是一个 这个对经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 合理的 这个收入 他们的合理的收入 这是对经 然后思想 他的东西呢 因为就 就对这些 修心人 生起 称恨性 把这个收入 不愿意给他们 就生起 称恨性 比如说一个 寺院的管理人 分配的人的话 对这些 修心人 修心人不慢 对修心人 这个 传生了 称恨性 然后他把这些 他们的生活费 一些扣下来 以后呢 就装给其他人 装给温死的人 这样子就会分解 东西是这样子 东西是 就是为了害这些人 然后 心动呢 心动是 他把这些 心动就是 把这些 修心人的 修心人的这个收入 生活费 就不给他们发 然后就是 赚给温死的人 就是没有他自己 没有他自己有 但是呢 他没有 这些本身是 这个 盖这个 修心人的 当时呢 他把修心人 盖的东西 就专辩给 温死的人 也就是 然后这个 也是为了 故意伤害 这个修心人 伤害什么样的 伤害呢 这些修心人呢 他没有生活费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修心了 没有办法修心 他不能不离开 这个禅丁 凡夫人 就是这样子 最终的目标 就是为了把这些人 这些修心人 摄取他们的餐厅 这个心态是非常坏的 就是 让他们摄取这个 这个 餐厅 也就是说 让 也就是 为了这些人的 修心 修禅上面 受到破坏 就故意把他们的生活费 装给 其他的人 其他这个温死的人 不是他自己用了 就装给这个温死的人 行为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最终可能是 最终可能是把这些东西拿来 送给这些温死的人 这个事情做完以后 他就会翻戒 但是这个第四条街 我们会不会翻呢 这非常不容易翻 我们也不是 对这个 管理这些人 也不是没有 本身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权利 跟这些事情就是 这个 这个 修心人的生活费 跟修心人啊 跟温死的人 根本没有关系的事 所以 具体一般是不可能 这是 实验面的一些 管理人 就是就像 管家呀 他们如果翻的话 他们才会翻 这条街 一般人才不会翻 所以啊 这个 虽然是 虽然是说 这个十八条街 是 后面的这七条 八条街 是 初学者的 定罪 但是 但是 详细的思维的话 观察的话 这里面的所有的街 都是很不容易翻 没有一个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 米城街里面呢 就经常到有之间 产生一些矛盾啊 等等等等 有些是很容易翻的 但是这八条街 或者是十四条街里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很容易翻的 所以这个 如果说这些街 我认为 对于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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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学佛的人来说 正常的 或者是 标准的学佛人来说 这个标准 当然是很高的标准 普通的标准 就达到普通标准 也就是 比较正常的 这个 学佛的人来说 这十八 这个 十八条 十八 这后面的那个八条街里面呢 没有一个是 非常容易翻的 所以 这个 不需要 害怕 不需要害怕 这个 熟了以后就 吃不了这些街 但是 让我们不做这些八条街 或者是 十七条街 是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做得到 但是它的基础 菩提心缺乏了以后呢 我们光是这些实际啊 收啊 收了这个街 我们不 这些面将的 我们都不去做的话 还不是菩萨街 还不算是菩萨街 这个我们能做得到 但是 一旦 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 就是 不是菩提心 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这就是 这道街 这就是 非常的圆满 所以 我们一定要 收街 收街是 非常的重要 但是收街 怎么样说 这是要收一个 很珍贵的 一个这样子的街 什么样子是珍贵 当我们还没有 菩提心的时候 连菩萨街 什么叫做菩提心 都不懂的时候 去收三坛大街 是只有功德 没有不可得到 真正的这个 菩提心 菩萨街 所以我们要得到 一个标准的菩萨街的话 需要有标准的菩提心 需要有标准的菩提心的话 需要有标准的 修实 不良心 才可以有 这个菩提心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从前而降 这是修出来的 锻炼出来 可以培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收剑 那收剑的时候 收剑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弄书菩萨呢 他允许 允许这个佛乡 或者观乡 这些钱都可以收 那 悟诸菩萨的 这个戒律呢 各方面都是 比较严格一点 他说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如果是实在是 照顾到上师 只是在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 大臣的 三知识的情况下 或者是 有这个三知识 但是我要去 照这个三知识的话 在这个路途当中 我有生命的危险 我可以不去 我可以在家里观想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在这个路途当中呢 有可能 犯根本的戒 但是菩萨戒现在还没有 但是犯其他的根本的戒 很有可能的话 我也可以不去 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呢 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呢 还是要照一个三知识手 这是五主菩萨 他们的这个要求 他们的要求 是各方面都比较严格的 龙树菩萨的这个衣柜呢 在具体的这些十八条解案 那些基本上一样 但是呢 有些受解案 那些方面 它不是很严格的 孩子说 最好是 这个有善知识的话 就是善知识手 在善知识的诸卷手 没有善知识的话 那就用这个第一个词观想 第二个词 很有加持的这个佛像前面手 都可以 那就你们 我上次说了 你们自己 第一个是观想 第二个是 每个居士家里都有佛堂 那佛像前 或者是在庙里面 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福经 城里有很多庙 这些庙里面呢 也有很多这个佛那些古老的那些佛像啊 这个摄影子啊都有在这些桌前修 这是很好 以后这是机缘成熟的时候呢 如果是你们能够造到其他的这些有菩提心的上师这样造得到的话 你们也可以受 可以受这个善知识 但是他这个佛经里面要求 他说不是凡是有菩提心的人坐牵手菩萨戒可以吗 他说不可以 有菩萨戒是这个传结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在这个上面呢 补学六读的呀 或者是对度化众生发菩提心上面 不是很认真的 不是很积极的呀 不是很透露的呀 这些虽然是有菩提心 但是不能当作是菩萨戒的 小知识 这个是有要求的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 你们如果能够造到的话 就你们自己去受 如果是实在找不到的 我现在还没有很标准的菩提心 我也在绣 如果以后绣出来了的话 有一天绣出来了 我认为还差不多的话 大家就再看 但是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很难说了 这个很难说 所以在这个之前 如果你们还是自己能找得到的话 还是就神识无常 这个也不能等很久 就绣 如果还找不到的话 也自己可以端念 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受 每天都要受 这个菩萨戒本身我们都在受 就连一个念方式的一规期 我们都在念 这样子每天教室也在念 这个你们都要 一定要认真的对待 这个受解释 非常 我想 你们在这样子的 一步一步先 修菩提心 然后菩提心差不多了以后呢 再去受菩萨戒这样子的话 我想最后的这个菩萨戒肯定是一个很标准的菩萨戒 连菩提心是什么样的 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样的 这个不懂的手提 菩萨戒 手菩萨戒 这些都是 是一个心事的问题 就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 是这样子 所以 就目前我们的 这个受解的方法 第一个你们自己观想 然后就在佛像前受 这样的是 每天都要受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善知识的话 也可以受 你们觉得这个肯定 私有这个菩提心的人 那样子的话 你们也可以 还有我刚才讲的一个标准 如果具备的话 都可以受 那如果是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也是 卢树菩萨他允许的 允许在佛像前受 这个不像别皆佛体 所以就是在佛像 佛像前受 我就是有没有这个 这个机会很难受 我自己有些 这个没有太大的暴露的 这些事情我也不想做 有一些藏族的老拉妈 或者是有一些 有一些其他藏族的人 也就是要求我 受个菩萨基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呢 我知道这个里面的 最低的要求 是自己要有这个菩萨基 我们以前就是在 每一年的六月的 初四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庄发论的那些 就早起的时候 法王每年都穿这个 菩萨基 就是比较浓度的仪式 穿菩萨基 我都肯定不知 说了十七次 但是呢 永远有菩提心 就是关键的问题 这个没有菩提心 说了好多次的六年 所以这个菩提心 我也不说我有菩提心 不敢说 我正能肯正能说 我现在在修菩提心 所以你们也在修菩提心 我们大家修 如果我能先修到的 先走一段子 到时候再看 如果到时候 大家都是一样的精度的话 那你们自己去找七大人 或者是你们自己观想也都可以 就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们这个 大家的作业 基本上都教了 今天这里也有几分 还有一些人还没教的话 都要教 这个当中呢 就是可能百分之七十八十的人 都在修行 很高兴 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呢 这是我们叫的这个 作业里面的 所有人的 所有的话题 都在这个围绕在这个 出力性和菩提心的周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没有一个人就是想其他的局势的样子 比如说我大洲的时候 前面看了一个 看到一个阿弥陀佛 让阿弥陀佛出来了 然后在阿弥陀佛先后发一个光 然后进入我的时候 没有这样子说 没有一个人是说光啊 没有一个人说彩虹啊 没有一个人是说梦境啊 这些都没有说 所有人都讲的都是很实在的东西 我们是需要这样子 要实实在在的学乎 颠颠地地的进入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说 佛看到了 菩萨看到了 佛来了 加持我来 发了一个光 根本不相信这些 我本身都是这个上面 我不是佛菩萨 不是可以 不是说佛不开 见到佛菩萨是不可能的 这个我们也不是很 不是排斥 但是 但是这些 这样子的修行是很炫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实在一点 所以这次的这个作业 无论是 在修行的人也好 没有修行的人也好 说的都是非常实在的 这是很重要 然后还没有真实修行 开始真实修行的 骚俗 骚俗的人也在准备 已经有这个计划 明年修什么 后年修什么 已经都有计划了 根本不考虑修行的人 几乎没有 很多人都已经修了 吴嘉欣 正在修行 还有很多人就是 早上衣桌 挖上衣桌 挖上 然后还有每天都在这个 听科仰卧 看到这个非常好 很不容易就作为一个局势 很多很多这个家庭的事情 工作上 很多很多事情都插在身上 在这样的一个繁忙的那个 时间里面能抽出这样子的时间来学习 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这个肯定是会有收获的 这个我们做的方向没有错 目前这次真正说 做的方向没有错 是没有做弯路 也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是奔着菩提心走 大家都奔着菩提心走 所以我们该确定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路 这个肯定不是弯路 这样子是很重要的 在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 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获 但是这个收获还是要看 个人的奴隶 精进 这是很重要的 在从真实来说 这个情况就是很好 所有人现在就知道 这个处理性是最关键 菩提心是最关键 没有处理性没有菩提心 等于就是没有一切 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重要 然后所有的修行 所有的瘟斯 就是培养处理性和菩提心的目标 就是奔着这个处理性 菩提心走 都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今天的这个 作业当中呢 就是我们就看出 大家走的路是没有错的 但是在这条路上面的精度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大家都一直同意 这个本身也不需要同意 这个个人的修行程度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通意的是什么呢 都要做一个规范的大乘的佛 大乘的这个菩提道 这是肯定要通意的 这是很重要 在这个上面 这个道路上面 能走多少 是自己的 是个人的这个情况 但是只要有这样子的心 就可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好 非常好 菩萨街的 下等根基的一条节 中等根基的四条节 或者是八条节 上等根基的十四条节 或者是二十条节 这个我们简单的介绍 那这些节律是大乘佛法的基础 如果要如理如发的血 大乘佛法的话 那就一定要有这些节律 一定要受这个节 受了这个节 一定要吃这个节 这是相当的重要 上次我们也提到过 释迦牟尼佛在经元讲 这个 没有结律 就不会有餐厅 没有餐厅 就不会升起 这个无我的智慧 没有无我的智慧 就不能断除烦恼 所以 这个节 丁 灰都有 前后都有因果的关系 其中缺少的一个 就因 就不会有 不会有后面的果 所以这个 说菩萨街很重要 但是呢 说菩萨街 前几天我们讲过 这个 这个菩萨街 哲丽人讲的 那些菩萨的街条 不是非常难 比较容易 有些 尤其是有些比较容易 但是最关键的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不容易 菩提心是很难 但是呢 菩提心再难也好 就是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一定要 心出菩提心来 如果这一生 不证悟大人们 没有太大的问题 证悟的当然好 我们当然要 这个 需求 这个大人们的证悟 要努力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没有证悟的话 也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没有生息次第 没有修处 生息次第 没有修处 圆满次第 也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么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问题是 没有出力心 就根本没有办法 入 这个 解脱之门 根本就没有办法 走解脱了 然后呢 没有这个 菩提心 根本就没有办法 修大乘佛法 所以 所有的这些 大乘佛法的基础 或者是关键 都在于 菩提心 但是出力心呢 也是菩提心的一个基础 如果我们不认为 这个轮回是通过的话 就不会有 度化众生的 这个决心 为什么一定要去度化众生 因为这个轮回 非常的苦 所以 就要去度化众生 如果我们不认为 轮回苦的话 那 每一个众生 自己都是很幸福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去操心呢 为什么要去度呢 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实际上 不是这样子 我们认为 轮回是很痛苦的话 那那个时候呢 也有出力心 有出力心的时候呢 就 菩提心也会有 因为 我认为 这个感觉到 轮回很痛苦 所以我们有 度化众生的这种相反 所以这个 出力心 又是菩提心的基础 那么 最关键的就是 出力心和菩提心 这两个有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考虑 这个 中央的空心 还有 大圆满 那个神奇次第 圆满次第 等等等等的 很多很多的修法 曾经我们也讲过 在 还没有受这个 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还不考虑 修任何一个法 很多居士 都是喜欢 修 胡法 有很多人就喜欢 修 本尊 几乎每一个人都问 我的本尊是哪里 但是我认为 现在 我们的本尊 现在还不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 出力心 菩提心的前提下 我们去修 本尊的话 这个本尊 力度不会离我们 修 实际上 拜修 没有什么意思 另外修 胡法的话 也是一样的 时间的 胡法 没有出力心 菩提心的情况下 修的话 我们可以收到一些 历史的帮助 暂时性的帮助 暂断的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事情 实验上的 生意上的 然后如果这个 时间的胡法 学得很好的话 它有可能 就是帮助我们 但是呢 这是帮助 这次实验的朋友 一样的 他就是真正做到这一点 在解脱方面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让我们 得解脱 这是让我们 顺利一些 实行而已 那初实验的 这个胡法呢 没有出力心 菩提心 根本就没有办法 行 没有出力心和菩提心的前提下 所修的 或者是所作的 一切都是 时间法 都是时间法 那这些 初实验的胡法呢 它不只是 我们去说 这些时间法 它不高兴 我们去说 时间法 所以 它不会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 修本尊 修胡法 等等等等 是 处理心和菩提心的 这些基础 有了以后 才可以考虑 还没有这个 基础的时候 我就是建议 我们不修任何法 就是 所有的修法的终点 都放在这个 处理心和菩提心的上面 然后这样的 修法 修好了以后 修好了以后呢 相识什么法 都是很 都是很容易的 而且 修任何一个法 都是 就成为 解脱之音 就是 很如理如法 这样子 这是很 很重要 那 菩提心有了以后呢 我们就 自己选择 这个 受八条节 或者是 受 十八条节 自己选择 菩萨节 菩萨节呢 跟别节 有点不一样 菩萨节我们还没有 守之前 允许 学 这个 菩萨的节本 也就是前几天 我们简单讲的那样子 学 学了以后呢 自己去宣泽 自己去宣泽 这个里面可以考虑上登的下登的都可以 都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不像毕业解脱节里面的出家节一样 不像这样子 首先自己学 学了 首先学 学了以后自己去宣 那这些都好了 以后呢 就有了菩提心 菩提心有了以后 就是受戒 受戒以后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 吃戒 护持这个菩萨的戒 菩萨戒 比如说我们啊 比如说 小城的这个 出家戒 或者是这个 这个在家戒 就是别戒脱节 犯了根本戒的话 这个如果不忏悔的话 这个一定会 那个多恶趣 这个非常大的和过 非常严重 但是呢 这个别戒 犯别戒脱节的这个 这个罪过呢 跟这个犯菩萨戒的 罪过 比较的话 这个就是 还不算很大 同样的这个 这个菩萨戒 犯菩萨戒的 罪过 跟犯弥称戒的罪 这两个比较的话呢 这个犯菩萨戒的根本 菩萨的这个根本罪 犯根本罪的罪过 跟这个弥称戒 比较的话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别戒脱节 菩萨戒 弥称戒 这个戒的 层次不一样 越是上层的戒 这个 如果放了的话 这个罪业就是 越严重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菩萨戒的话呢 更 比这个 别戒脱节 就高一层 所以他的功德 也就是比他高一层 如果犯戒的话 犯戒的罪过也就是 比这个 别戒脱节 严重 非要 一定要 小心 那前面我们讲的 这些所有的 这些根本节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真正的犯戒 也就是彻底的犯戒 这个 要看 这个 人的 烦恼 在菩萨戒里面呢 烦恼 就分 三种烦恼 非常严重的烦恼 就是大烦恼 然后呢 中等的和下等的 三种烦恼 那这个 三种烦恼 最严重的烦恼 大 大烦恼 也就是最严重的烦恼 有 以最严重的烦恼 犯戒的话 那就是会犯根本节 中等的烦恼 形态 犯戒的话 那就不会犯根本节 这是一个分支的 这是一个反 其中的一些 习戒 但是还不算 破这个根本节 最严重的烦恼 如果是以最严重的烦恼 犯戒的话 那就会破这个根本节 那什么样的烦恼叫做严重 什么样的烦恼叫做不严重呢 讲得很清楚 这个里面讲这个 最严重的烦恼 它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只要这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话 这样子的烦恼叫做严重的烦恼 那其中这四个条件当中 就一个两个 或者三个不具备的话 那就叫做中等等 或者说下等等烦恼 不是最大的烦恼 中等和小烦恼 那这四个条件 这个四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条件是不间短 比如说 比如说前面我们讲 那个菩萨的中等根基的这个节律里面呢 有一个是叛徒名利 然后占自己 占用自己 比如说 就具个例子的话 就这条件的话 什么样的叫做不间断呢 不间断就是一次 占用自己的以后呢 还没有后悔性 还没有参悔的性 他向不间断的占用自己 准备不间断的占用 还没有这个间断呢 还没有这个概念呢 还没有这样子的 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个 想法 就是想一直不间断的 比如说 这一次 就以贪图名义的心 名利的心 占用了自己 毁谤了他人 然后呢 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 我也不后悔 也不惭愧 我准备 以后需要的时候 继续 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 心里面根本没有修 这个改变的想法 那样子叫做不间断 这个不间断的界限 就是这个叫做不间断 不间断的意思呢 不是不间断的说话 不是比如说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或者两三天当中 不间断的说 占用自己的话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只要没有这个 忏悔性 没有这个 以后我再也不去 占用自己的 这样子的想法 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叫做不间断 就叫做不间断 这个不间断呢 并不是说 比如说 就一两个小时之内 或者是几天之内 不间断的说 不间断的给对方说 自己的功德 或者他们的过失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只是这个翻解的 任何一个翻解的识 做了以后呢 没有改变的念头 没有改变的决心 没有忏悔的决心 不在乎 这个不当一回事 然后呢 他就愿意继续做 那样子的想法 这叫做不间断 任何一个戒律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的戒呢 这个烦恼厌重不厌重 这个只有弥称戒和扑杀戒 才有这样子的分别 那那个别戒头戒的话 以前我们讲的这些 四种每一条戒都有四种条件 就是在居实物件里面讲 只要预备这些条件的话 他会立即就会翻戒 他就不需要看 这个烦恼厌重不厌重 小陈他认为 只要具备那个 当时就每一条戒 需要具备的凡戒 需要具备的这四种条件 他认为 这就是这个最严重的烦恼 再也不需要去观察 其他的烦恼厌重不厌重 但是大乘佛法 这个菩萨戒跟明称戒 就不一样 他虽然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些 对今啊 思想心态 还有这个行为 结果 这四个具备了 具备了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 还是要看一看 他的那个烦恼 是不是很严重 要看看这个 那饭恼厌重不厌重呢 我们就是要看 当时 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具备这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呢 那什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要 要观察 这个 这个 这四个条件 什么时候具备呢 什么时候具备就是翻阶 什么时候具备是不算 不算 这个也有一个界限 比如说 就是刚才我们 具备的一字 就是 摘扬自己的这个 的门界 我就是刚刚 开始 说 摘扬自己的这个 花 花题 然后呢 最后结束 为之 这个时间 也许有十几分钟 也许有几两三分钟 也许有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 不一定 就是说 我就是 给对方 讲 以民谈吐民意 就对方讲 我的功德 或者是他人的诽谤 将将将 将到最终 将完了以后 就是在这个期间 要看 这四个条件 具不具备 这个 过了以后呢 具备不具备 就是 就不算 这个过了以后呢 不算 这个 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 具备也不算 不具备也不算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这个 说话 开始的时候 到结束 就是在这个期间 如果具备四个条件 就是严重的烦恼 如果不具备四个条件 就是不严重的烦恼 在这个 就是 任何一个 番节的行为 都是一样的 刚刚开始 做这件事 到最后 做完为止 就在这个期间 具备的话 具备四个条件 这是严重的烦恼 那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具备 这四个条件 后来就是 有具备的话 算不算了 不算 那个也不算 如果那个 就是 做这件事 番节的这件事 开始到 这个 结束之间 我就是具备了 这个四个条件 但是这个事情 刚刚结束以后呢 我心里就是有 惭愧啊 这个后悔啊 等等等等 成神起来 以后呢 就其中 一两个条件 就不具备了 那个算不算 那个也不算 那个时候 已经结束了 这个就 番节的这个行为呢 从头到尾 都已经结束了 那那个时候具备了 这个四个条件 都具备了 这已经是 已经是很严重的烦恼 已经是 犯了这个 破了个门戒 后面呢 具不具备呢 这是以后的事情 这以后 那这些就是属于 忏悔不忏悔 破节是已经破了 那后面呢 就是忏悔不忏悔 还是要看这个 最后能不能行进的问题 不是翻节不翻节的问题 翻节不翻节呢 这个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 做这个时间的期间 要去观察 这超过了以后呢 就没有用 可能 这后面和前面 都是不算 这是第一个 那不间断呢 这个第一个 不间断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贪图这个民意 然后 赞扬我自己的功德的时候 我正在这个 这个摘扬自己的功德 说着说着 我就喝 立即就感觉到了 哦 这样子我就会翻 菩萨戒的 不应该这样 立即心里面有 然后我听下来的话 这就 这就在中间间断了 其他的所有的具备也好 但是呢 我其中一个不具备了 我就听下来了 所以 这个不是 不是很厉害 这个还不算 拖这个 很闷解 同样的 其他的这些 后面的那些条件 也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 第一 我就 贪图 那个 民意 公金 然后就 说这些 赞扬自己的事 说完了 后来呢 这个全部事情 结束了 以后呢 我才发现 我刚才不应该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参规的话 算不算 这个时候 已经 结束已经破了 那样子 所以 这四个条件 就是在 一定要在 这个特定的 时间内 观察 举不举 这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 不间短 不间短是这样 不间短是 我这次 赞扬了自己 我准备 还要继续赞扬 也就是说 这个也不一定 我今天 赞扬了 我还明天 我还要去赞扬 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明显的 明显的这个 年头 不一定要有 那什么样子呢 就是 我刚刚 赞扬了自己 诽谤了他人 然后呢 我就 没有这个 改变的心 没有改变的年头 我没有这个 忏悔的年头 这样子的话 这个有可能是 不间短 别解脱 这些年头 都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 这个不一定要有一个 很明显的年头 我今天有 赞扬了自己 我明天一定要 还要去赞扬 不一定要有这样子 只是没有改变 没有后悔 没有惭悔的心 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 实际上 就是在 实际上在准备 还要继续的 继续的意思 如果他不继续的话 那个时候 当下 他就感觉到 我是受了菩萨戒的人 我在这样子的心态 虚占了自己 是会翻戒的 那我以后 一定不能这样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间断了 这中间间断了 没有这样子的心态 没有这样子的年头的话 决心的话 那还没有间断 虽然还没有 虽然还没有明显地 继续在讲这个话 但是呢 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 还没有间断 间断的话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很明显的决心 才间断 没有这样子的明显的念头 就是不间断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条件是 无惭无愧 没有惭愧心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无惭无愧 惭愧 这两个字 在佛教里面呢 参和会两个分开的讲 分开的讲 分开的讲 这两个的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受了一个菩萨戒 自以为是学达成佛法的人 这是做一件 非常非常自私的事情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立即就感觉到 我是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 在诸佛菩萨戒前 或者是大乘的 善之士戒前 受了菩萨戒的人 我一个这样子的身份 我自以为是一个菩萨 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 这样子的菩萨戒身份 我现在做一个 这么自私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不符合我的身份 非常不应该 如果立即感觉到这一点 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不符合呢 就两个问题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是受了菩萨戒的人 我是学这个 受过大乘佛法的教育的人 不但是受了这个教育 而且我受了戒 正在守 正在学这个大乘佛法的人 那我学正在学大乘佛法的作为 作为学大乘佛法的一个人 去做这么自私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这个不符合我的这个 不符合我的承诺 立即就干到这个时候 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 这叫做参 佛教里面的参会 的参就是这样子 自己愿意 就以自己的 以自己的谋中承诺 或者是介于 作为这个原因 就感到惭愧 就是不能这样做 那样子的这个 这个念头叫做参 参 那愿意是什么样子呢 愿意是 比如说自己受了大乘佛法的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相互之间都知道 很多 比如说十个人一起受结的话 十个人一起受结的话 这十个人都知道 大家都是说 十个人都知道 相互之间都知道 都是学大乘佛法的人 那其中一个人 做一个非常自私的事情的时候呢 那个人就感觉到 我不能这样子 做这个很自私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刀友 会笑我的 跟我一起受结的这些刀友 菩萨或者是其他人 他们会笑我的 所以我不应该这样 这就是以他人 作为原因 就不做这个 那时候就是感到羞愧 那时候就是感到羞愧 以自己的毛学功德 或者是承诺作为原因 感到羞愧 这样子叫做参 以他人的 这个 这个 以他人的 比如说他人 会笑我呀 会说我呀 等等等等的 那些事 作为原因 作为原因 让我感到羞愧 我不应该这样子 那样子叫做这个 愧 餐和愧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比如说刚才这个 探图 名利 瞻扬自己的时候呢 我又无惭又无愧 什么样的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呢 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呢 我的身份不符合 我也没有想过 我如果这样子 做这么自私的心 我的导忧 我的导忧 会不会嘲笑我 会不会笑我 我也没有去考虑过 我什么也没有考虑 我只是考虑了 就是做这件事 什么都不想 就是去做这件事 那样子的话 这个时间过了以后 这个时期啊 这个做这个时期 这个结束的时候呢 那就有惭愧也好 没有惭愧也好 这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没有惭愧 无惭愧 无愧 就是没有这个惭愧 没有惭愧是 所有这个 罪恶的基础 只要我们有一点点 惭愧心的话 就是不会做这些 直烧 这些 这些饭解的事情 都会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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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画波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人间有爱 动物有情 和谐美丽的世界 就在眼前